位于淡水的淡江中学音乐班相当知名 在4月1号淡江中学音乐班全体总动员 将要在台北艺术大学的音乐厅举办演奏会 而过去几天学校的乐团也正在排练 就是希望能够呈现最好的演出水准 位于淡水的淡江中学音乐班相当知名 已经创立了23年的淡江中学音乐班 除了展现出许多好成绩之外 知名艺人周杰伦更是第一届音乐班的杰出毕业生 而在4月1号淡江中学音乐班全体总动员 将要在台北艺术大学音乐厅举办演奏会 而在过去几天学校也正在排练 就是希望能够呈现出最好的演出水准 今年非常的高兴 我们音乐班可以到关渡台北艺术大学那边去参与 就演出 学校在那边有管型乐团 有管乐团 还有弦乐团 还有我们的学校这边最具特色的手手团 会在台北艺术大学那边做展出 学校表示淡江中学音乐班在过去曾经拿过两次的全国第二名 还有一次的全国第三名 而在这一次有高一到高三的学生 总共有超过50位的团员 包括了弦乐团管乐团以及打击乐团还有合唱团 将会在这场音乐会演出超过八首曲目 而当天也会邀请毕业的校友与学弟妹共同演出 所以我们这一次出去就是展现我们音乐班出去 是展现我们学校这边整个音乐成果 实际上我们也跟我们历居的校友 大家联合起来有一个联合的音乐会 那我们当然是期待说淡水地区的居民 以及就是我们新北市以及台北市的居民 能够到那边给我们学生捧场 这一次的主题是八角塔琴响 由淡江音乐班乐团与校友联合演出 不仅是有萨克四重咒 还有淡江中学最具特色的手中团 内容相当丰富精彩 而学校也希望透过淡江中学的音乐饗宴 带动淡水的艺文发展 也增进淡水居民的艺文活动 让表演艺术有更多元的空间 记者学端一带学生方报道 或计算订阅